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朋友们早上好 这是我今天的早餐 女黄卷 这个盒是12块8两个卷 光从这个面包提跟最好吃的女黄卷 简直差了10万8千里 它就是最普通最普通 稍微湿润一点的海绵蛋糕 但好吃的那个女黄卷 它是一口就融化了 是非常空气感的 再尝了一下它的奶油 它奶油也是那种质地比较重的 很甜 配料表是小麦粉 鸡蛋 白糖 蜂蜜 动物黄油和动物奶油 如果之前我没有吃过女黄卷 我可能觉得这个面包卷呢 味道还不错 但是我吃过那个之后 那个口感简直是已经是天花板了 我再吃这个我就觉得 说实话真的差很多 今天中午呢在我姐姐家吃饭 看我侄女的化妆说 不要说 我吃饭两个 我吃饭 我吃饭的 化妆头非常的接地气 环保健康 哈喽朋友们 现在呢我们在做的奶茶店的 我们下午呢约了一个那个 历史逃脱三点钟开始的 然后呢今天下午就是我 我侄女我侄儿 然后再加上一个我侄女的朋友 再加上我一个侄儿的朋友 一共我们五个人一起去 因为我们熟人比较多呢 我就选择了一个有那种真人 NPC出来向你的那种啊 今天选了一个恐怖本 待会儿进去呢 估计不能带这些产品 到时候出来再跟大家说吧 谁被吓得最惨 可能是你哦 不是我啊 不可能啊 哈哈哈哈 我胆子非常的大 我不信 哈喽朋友们 我们玩那个密室逃脱出来了 我们今天玩的是一个恐怖本吧 然后呢体验时间是70个钟 玩完了之后呢 我们只完成了6-70%左右 它中间有一关我们卡了很久 就是需要投票 然后每个人都要到哪个走廊上去 投出自己一票 然后呢有的人不敢去 哎哟 浪费了好多时间呢 我没浪费时间 我去了 又没去啊 好不好 我们选的这个主题呢 里面是有那种真人来吓你的 反正它就一直在吓我们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还破了很多主题 我也觉得 我本来想的是这家电信片嘛 我觉得它比我想像这种好玩 跟成都的那些差不多 说明现在广源也还可以了 越来越 比较可惜的就是今天没有通关 反正它们家呢有四个主题 下次呢它就试试别的 纽约们你们喜欢玩密室投货吗 你们玩的时候赶一个人去做单线任务吗 今天晚上我们来吃新兴贵州特色烙锅 嘿嘿 我们来吃新兴贵州特色烙锅 大家蘸料有麻辣 这个是蒜香 香辣酱和甜辣酱 还有泡好的萝卜根 它的锅是这样凸出来的 然后上面呢有放一个蘸碟 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一直在加热的 没想到这次回广源还能吃到贵州特色烙锅 这个是特色的爆浆豆干 小小的一片 真的很小 对比一下 这是老板特别炒制的加了贵州辣椒的蛋炒饭 蘸一下 先去在这儿长香味 咬点蛋炒饭 这个炒饭好好吃哦好香啊 很好吃这个米饭 我感觉我可以吃两三碗 这很香辣的感觉很开胃 烤好的五花肉 蘸一下蒜香的这个干辣椒 哇哦 看起来好有喜悠 一口 好香哦 它这个辣椒肥也好好吃哦 它真的抹得很细 它很有味道 辣度适中还不是很辣 再上一片五花 中间那个湿点里面有很多的那个香菜脆和小的蛤耳根 五花肉烤的焦焦的好吃 它这个五花肉是带皮的 所以烤的焦焦脆脆的时候 然后那个五花肉皮的部分就是有一点脆口了已经 泡菜一般就是过去泡菜的味道 老板说这个小豆腐烤成这种凉面有点微黄了就可以了 我来蘸一点 我来蘸一点辣椒 里面很嫩 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好烫哦 这豆瓜的味道吃起来就是有一点像那种不水臭豆腐的那种味道很有风味 但是它不是臭的 这饭已经倒半分 我刚吃了一个刚刚就脆皮了 太怕吃不完没一会就吃完了 现在在烤的这个鸡皮 这个鸡皮里面油脂含量很大嘛 它的这个鸡油就会流到这个炒盘的边边 然后浸润这些别的食物 来国庆快乐 这五花肉烤的两边都上了色 看起来好有食欲呀 就是做这个吃稍微有点热 好好的土豆片 它的外边呢是那种 有点脆壳的 哎我每次都是一句有点脆壳 面面面糯糯的 它这个辣椒面呢 反正只有六个颇好吃 我也不知道它用什么辣椒面 好香啊 烤好的鱼排 两面金黄 再串点像 串点辣椒 很好吃啊 对我们今天这个密室逃脱有一点特别损 我们之前玩密室逃脱都是先把眼睛蒙住 到一个地方让你取眼罩嘛 然后今天它直接第一个让我们取眼罩的关卡 就有一个NPC在那炸我们 然后我们取眼罩那一刻所有人都 缩在一坨 这个辣椒面还是有点辣哈 吃到现在 这五花肉太香了 这没有腌制过的五花肉呢 它完全就是吃的肉香 还有那个蘸饼的味道 轻松干完 哇哦这个烤勺皮遇到高温瞬间起泡 我们现在吃完出来了 我们现在吃完出来了大家猜我们刚刚三个人吃的很趁还吃了米饭啊猜多少钱 居然没过白我们吃了刚好九十块钱 算下一个人多少 三四 别的还要算 哇我们算下一人均才三十块钱 采访一下你你觉得评价如何 挺好吃的 它那个盏椒也很特别嘛 嗯 它那个很新奇嘛 因为费都特别费 果然好像就这一家 但我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烤的东西就是油烟会比较大 然后它没有一个那种排烟的系统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脸特别的亮 吃完了之后 油烟都扑到脸上去了 就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性价比很高 住在东坝的小伙伴可以来尝一下 就在太风源对面的巷子里 这条街呢有很多火锅烧烤 就是这条巷子里 哈喽朋友们早上好 一觉起来窗子上都接上了水雾 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暴雨 这下秋天是真的来了 好冷呀 今天早上我喝了一下这个 青肝普尔加汉小新牛的甜牛奶的这个组合 太好喝了 行人们可以去试一下 吃早饭喽 我昨天晚上本来想的是 今天下雨可以去吃那个 会磨了 吃起来比较暖和 小笼包一枚 咬一口看看 里面是酱肉馅的 又到午饭时间 这个是酸菜鱼 炒得花菜 粉蒸肉 加香肠腊肉 挑一坨粉蒸肉 把它上面的那个粉 拌在米饭里吃 简直是绝了 绝啊辣 粉蒸肉呢是这种半肥半瘦带点皮的五花肉 果然还是要有点肥的才好吃 外面的雨太大 把逛园的河边都淹了 又酸又菜又多鱼